在那边 会怂的那边这样子 前面吃一块铺铺 往中 帮我照一下好不好 OK了吗 OK 我挑挑看 这个不好挑 太多叶子了 下来 还没 还没 在这 看得到 看得到 下去了 抓到了 抓到了 这里是嘉一县水上香巴掌溪附近 堤芳与农田的交界处 眼前的团队正是嘉一大学生物资源系 寄生关系研究室的绿裂溪移除小组 而这样的移除工作 从2019年开始已经长达四年之久 我们第一年就知道 这边有绿裂溪的地方 所以这边我们已经移除了4 那基本上我们流程就是 用各种工具 基本上是以吊杆为主 用钓杆 钓杆上面配上那个活套 那种绳 那种结 然后从绿裂溪的脖子上套过去 然后把它从属上拉下来 然后如果 如果绿裂溪跳下来的话 基本上大家就只能徒手用捕手 或者用网子这样盖住它 每天面对大量的绿裂溪 就算捕捉到还是不能钓以轻心 因为它们是素漆型的蜥蜴 所以它爪子都会比较尖锐 方便它爬梳 那被它抓到其实伤口也是满深的 那我手上这边就有一些被抓过 被不小心 手不小心收开 然后被大只的这样挣扎抓到 然后绿裂溪的尾巴 它的鳞片 你如果逆着摸的话 它会很粗糙 像错刀一样 然后如果它 它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也会拿尾巴甩人 对啊被这个甩到也是很痛 有时候会流血 在嘉义我那边抓到最大只的绿裂溪 稳钢长有到54公分 对那就是 我们说稳钢长就是从头这边 头这边的长度量到 钢门卸直墙这边的这段距离 因为绿裂溪它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抓它尾巴它尾巴会断掉 那我们如果量全场的话 有些个体尾巴是断的 量起来就不准 绿裂溪基本上稳钢长到20公分以上 弓的才会有繁殖能力 然后母的如果是 母的有繁殖能力是 稳钢长要20公分以上 然后又要大概 体重要达到一定的重量之后 才会有繁殖能力 因为它需要为了怀孕 然后来储备身体的营养 公的绿裂溪 它的裂会比较长 对尤其在那种 稳钢长超过30公分以上的个体 那个绿裂溪的裂 这个就是裂 它的长度差异就会很明显 公的裂会很长 然后体色也会比较鲜艳 然后母的裂就会比较短 但是最精准的分辨性别的方式 就是它大腿这边 它大腿这边 这个东西叫做骨孔 骨就是那个屁股的骨 骨孔 欸不是骨孔 蜡孔 对蜡孔 蜡孔 蜡孔熟悉孔之类的 对然后 如果是公的绿裂溪的话 这个蜡孔 里面就会有那种 像蜡状的那种分泌物 然后就会一颗一排这样 一颗一颗这样一排 看起来很像青春痘 如果是母的话 就只有一个很细的孔而已 绿裂溪源自中南美洲 原本是作为观赏用动物营进台湾 却在大量进口后 开始在南部出现零星的野生族群 到了2010年 族群开始不断扩张 一直到2016年 政府决定着手管制绿裂溪的数量问题时 绿裂溪的数量已经有了巨量的成长 光是2021年捕捉到的绿裂溪数量 就高达34000只 已经是2016年捕捉量的64倍 民众会看到 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的数量多到一个程度 从原本比较不容易被看到的棋袭环境 然后族群的数量慢慢越来越多 所以溢出到农田 或者是一些临近住家的地方 或者是甚至有时候会跑到路面上去 然后引起大家的注意 在嘉义来讲 我们绿裂溪出现的地方 主要就是巴掌溪的两岸 那巴掌溪的两岸就是 会去干扰到农作物的 就是说有在河岸 或者是堤防边去种植这些 汉座的这个部分 那绿裂溪从中美洲 或者是南美洲来到台湾 那事实上他也把中美洲或南美洲 他原本那个地方的身上的寄生虫 都带来台湾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台湾的绿裂溪身上 也发现很多种寄生虫 都不是台湾本土的寄生虫 都是他从中南美洲带来的 那这些寄生虫 后续会不会因为这样传播到 不一定是寄生虫也许有其他的疾病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传播到 我们本土其他的蜥蜴 不知道 我们还在继续做研究 所以目前可以说 你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它对其他的物种 有没有造成蜜极明显的影响 这个我们是还没有看到的 绿裂溪对人类所造成的蜜极性危害 其实并不大 除了食用农作物之外 最多就是造成民众恐慌 但绿裂溪身上可能还隐藏著 许多未知的寄生虫或疾病 未来可能对生态造成威胁 目前还需要持续捕捉 并进行研究 在处理外来种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一个 所谓预防性的原则 你必须要在把这个真正的 很糟糕影响很大的事情 发生之前 要先不要让它发生 那所以就变成是 一个很根本上面的问题 它都还没发生 你怎么知道 它会不会有危害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等到它发生危害了 再来处理 那这个代价 又有时候是更困难的 所以目前当然 几乎是全世界 对于所谓 外来种的处理的方式 都是希望 第一个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 阻隔在境外是最好的 不要让它有机会 能够进来作乱 第二个如果它已经进来 而且有野生族群的 像现在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希望 可以赶快把它 野生族群的数量下降 甚至让它完全消失 因为绿裂溪 真的也是一种很 很难缠的入侵生日 目前世界各地 有入侵的地方 没有一个地方 有成功移除的案例 那我这样抓下来 我整体的感受是 这个水上这边的核心 去绿裂溪 是有大概维持一个持平的状态 数量没有再上去 但是也没有到明显的减少 然后绿裂溪因为捕捉的关系 我们已经尽量用 比较温和的方式去捕捉它们 对啊 但是因为你常常去抓绿裂溪 这边绿裂溪 会越来越聪明 对那水上这边的绿裂溪 我很明显的感受到 跟我第一年 开始抓绿裂溪以来 他们真的聪明 而且敏捷了很多 面对绿裂溪的入侵 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最佳解 许多关于它的资讯 都还是未知数 但是在台湾 仍然有许多据点 正持续研究 并追踪绿裂溪的动态 与数量 虽然未来是否能有效的 降低绿裂溪的族群 还是个未知数 但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让这场可能的生态浩劫 不再往前